OKOK好我們進入遊戲看一下 這個地方機器人下了一個下路打線眼 下路下打線眼真的好久了耶各位 這個不是就是去年還是 之前那個漢墨丁葛版本的時候 然後今年初的時候 比較有人在下打線眼 現在應付比較多之後就沒人下打線眼 喔對然後這場我們等一下還要看一個重點就是 Faker為什麼中路可以壓Scout這麼多 我知道球女是康德阿齊爾啦 可是你們有看到昨天BDD的阿齊爾是有贏 左手的球女的嗎 我印象中好像有贏10刀左右吧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帶刀鋒好像是 對帶刀鋒一個是帶征服者 可是你說這個是因為刀跑的關係嗎 各位刀跑也沒差這麼多吧 對啊這邊Scout自己失誤 不然照樣講也不會差那麼多 這個是第一波關鍵點阿 我那個時候跟朋友 我朋友支持T1的 跟他們在DC看 那個時候一等 這個地方咒勢被GAM死 他們覺得T1今天好像要倒了 結果沒有 這個地方可以給大家看一個東西 我先撥完好了啦 不然你們可能不知道我要講什麼 這裡 剛剛owner在後面蹲嘛 那有人問說為什麼 這個線不幫忙推或者是擠進去對不對 這邊被GAM死 好主要的原因是這樣子 貪是一個點 那我這邊想要講的是為什麼 owner不幫他解 各位這裡我們往前放到 一分鐘前 你們看一下你們仔細看上路這裡小地圖 關這裡是踩著三角草T1的眼過來的 然後你看 他走過來下眼 你看到變成做這個動作 你就知道他走進野區下眼了嘛 對吧 雖然說他不確定可能下在石頭 或者是紅這裡 但照理來講會下在石頭居多 有打上路的 應該也常常會下這個眼 我自己就蠻常下在這裡啦 所以owner在刷這個石頭的時候 估計是要知道他是被看到的 所以他這個地方才不敢直接走出來幫幫解啊 他不知道家文在哪 如果要幫幫解線的話 是不是要走出來把技能放了對不對 可是你一放技能的瞬間 這邊關六等 然後家文從側面過來 這個打 是蠻有機會打輸的 你看喔 二炸師是沒回補過的 關是回補過的 然後家文是買 已經買了鐵絲鞭了 這個二打二碰起來 左邊是一定會贏的 所以他不敢直接走出來幫他處理這個線 那這個線就被卡了 不過這個地方我就覺得是貪了 這個地方 宙斯或許應該站在這個草 就是靜靜的吸經驗就好了 因為這個地方 T1應該是知道家文這個時候在上半邊的 因為他們換野區嘛對不對 家文是 上開的 然後進對面野區的 反正這個時候他大概會在上半邊嘛 這個地方他可能已經吃不太到兵了 應該要往後站一點 往前甩這兩個Q 壓力有點大啦 就是他會把他自己搞得很容易死 到底owner做的是對的 還是宙斯做的是對的 可是我想了一下後來我覺得是宙斯錯 然後owner是對的 因為T1的陣容要控小龍 T1的小龍節奏非常重要 如果我今天再多浪費1分鐘在上路的話 等於說我多給了李寧1分鐘的發育時間嘛 所以我一定要趕快到下路去控這個小龍 所以想來想去呢 我覺得owner願意走上來蹲已經不錯了 不然好像一般情況下不會走上來蹲這裡 會直接下去 對後面單燒回來就是兩邊的操作 比拼嘛 這場其實重點也還好 這邊注意一下 Scout是沒有回補過的 菲克是回補過的 加上關這個時候強度比較好 T1菲克 菲克操作太好了 菲克躲掉那個大絕 如果菲克沒有躲掉那個大絕 佳雯是不是可以打出技能 大家各位仔細看一下 阿奇爾的位置算是可預知的 對吧 就在這個這邊 菲克往前走 owner 哇 三個人CC直接把他整接死 不過他整 看一下他整怎麼接的 為什麼他整不EQ啊 他整這裡為什麼不EQ菲克啊 他想等阿希爾推到 我不知道耶 哇 好啦 這個就操作的東西 我們就看看就好啦 操作的東西是檢討不來的各位 要看的東西應該是上路的兵線 跟中路的兵線是怎麼處理的 我們看一下 菲克有限權嗎 他把兵線清掉之後 回了 咒師是直接連上路線都不看了 直接走下來的 然後七魔劍 這個時候 康對面 兩個 關的戰鬥力現在真的不足啦 然後阿奇爾這個時間點 傷害確實是偏低 啊 這裡是我覺得最誇張的一波 我 試問你是李寧的教練的話你怎麼想 這個人滑上去 然後不直接開R 往前推 這個時候人再出來 他要搞得跟刀劍一樣 切換喔 一個打完換一個上去喔 然後這邊單殺 如果你說今天關帶的是點燃 那個畫面會不會就不同了 閃現對他來說感覺也沒啥用啊 主要是打團比較好用啊 我說帶點燃不是單救這波喔各位 我說帶點燃是 你會影響對面跟你換血的意願啊 第一場就是操作跟BB都輸 所以 嚴格來講沒有什麼太大的重點 自從這個上路單殺之後 我就知道這個遊戲已經變值了 為什麼球女要女妖加皇冠打這麼穩 我自己覺得確實是有點穩了 不過邏輯應該就是說 不能給到機會吧 因為這個陣容給一次機會就沒了 我覺得女妖可以 皇冠要想一下 雙人線去中嘛 14分鐘之後了 這邊T1是給了一波機會啊 轉線的失誤 然後這邊 carry up 哇反應的真快 這個 確實是一個轉線上的失誤 再看一遍 這個地方 李寧不可能打殺了嗎 看到嘉文了 T1也看到對面了 菲克首先 人往中走 這裡確實是一個轉線上的失誤啊 可以稍慢一點 哇有點小可惜 打自己一個傳送 不過還好 菲克這個傳送已經隨便了 沒有差很大 他還是要到中啦 只是就沒傳 看到這個傳送 我覺得Scott是不是真的在偷搞啊 他沒有下這個傳送 我在想宙斯說不定還不會回 因為這個時候 他已經在繞了 他不下這個傳送感的宙斯 不見得會退 來宙斯這個也是老毛病了 這個在做交換的時候 該給的就要給啦 眼睛有看到嘉文上來了 真嗎 沒有沒看到 嘉文是EQ上搶的 還是在前面一點 對啊沒看 應該真沒看到 全部繞掉 對 你們不覺得機器人超級被尼拉 Counter的嗎 尼拉不是有一招是可以類似反擊風暴 那個是W還是ER 因為尼拉我是沒玩過 但是我知道技能 那個是 那機器人的E式普攻是敲不上來的 基本上跟沒抓一樣 對啦 尼拉的W會減魔法傷害 對 凱莎的傷害會掉一點 其實這場就能覺得說 關的邊帶力道不夠強 如果這個時候關的邊線強度再高一點的話 T1是有點難處理的 這場的關到後面還出了降治療 那你不如前面就帶點燃 T1超級穩的 上路買了 那個女妖 中路也買女妖 Gumashi這個時候買了鐘錶 這波團超級關鍵的 不過Faker在這個時候憋出三件套也是蠻強的 整整贏了Scout一件裝 好久沒有看到Faker有這麼大的經濟差距 況起來是打 這次那個瑞士輪裡面打線最強的Scout 這一波 往前 偷到了 偷到了 家文連大局都沒開出來 哇被滑捧 偷查時 經典名場面要來了嗎 韓哥 哇 大家好我們是LNG 由於我們的 中國吉輔助韓表現不佳 我們要緊急更替 台吉輔助加韓 注意一下 欸你們看這邊Owner 他這邊看到機器人之後 他就是臉直接對著他 他跟後面的人保持一條線 但機器人是沒辦法出手的 機器人不可能拉這個Owner 然後這個地方 可是這邊漏了一個口子 不過還行 開進來 開到 家文 我有沒有看錯啊 家文EQRate 狹狹 剛那個地方李靈團戰確實已經不太要打了 所以我也懶得再看 可是剛剛那個地方 李寧確實團戰也不好打啦 這邊REQ才是正解 呃是是是是